中国现在全部的人口的总数里边 虽然现在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了 说是大学生比例有百分之十几了 但是总体来说 初中以下的就小学程度 占主要 三分之二 然后多多少少的人 春节的概念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你知道在外面工作一年到头打拼的人 他要生活得好 中国人是要比嘛 他有两个比的对照对象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一起在东莞工厂里的葬山礼寺 我们赚得好不好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 是跟我在家乡的 我隔壁村里的王小二林小三这些人 所以当他回家的时候 休于比或者是乐于比的时候 就是家乡的这些人 你不要以为他们每年 他们回家给家里人带的钱 给帮家里谁盖房子 或者自己能开车或者摩托车什么 那是他一年的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他回去以后回去 这个乡 他们当然也烦 他们也抱怨 比如说很多华侨回乡建设 为什么拿砸那么多钱去盖房子 其实那是个炫耀 对 那是炫耀性消费 你生活的好了不回乡 不是锦衣夜行吗 古人就说过了吗 不过我想说就是 我觉得两者是可以折中的 就我很同意刚才家乡讲那个 就其实亲戚在今天 我们尤其远房亲戚啊 今天跟我们的关系 是一个亲密的陌生人 我们是陌生的 其实我们平常没有什么共同交集点 但是因此我觉得 它产生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 因为我们任何人在这个社会上面 我们有很多社会身份 很多团体身份 我公司的同事是一个团体身份 我加入一个什么俱乐部 我去打高尔夫球 我打网球 这些也是个身份 我有很多的身份 是我可以主动选择加入或退出 但是这个社会上面 我们也有一些身份 是我不能够选择加入或退出的 比如说 亲戚就是起初一种 第二种就是比如说同学 但同学我还可以选 就是说 这帮同学真的太没意思了 我以后不跟他们玩了 我可以退出 这个脸书上把你拉黑 微信群把你拉掉 我退出 但亲戚不一样 亲戚你会觉得 这个社会始终不是法律规定 而是你就觉得伦理上 要求我对他们 他们对我仍然有某种 最基本的伦理责任关系 一个连带关系 我退出不了 那么因此 我可以说 我跟他们相处 跟其他国家里 我退出 我退出 你没法退出 你没法退出 是吧 这时候的不同 有时候可以显示 你的优越感 有时候使你给你烦恼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都是比较 但是我觉得 我想说不是比较 而是什么 恰恰因为这是被迫接受的 就等于你 你生在什么家庭 这是被迫的一样 因为被迫 它反而带来一个好处 在我看来 就是这种被迫 一方面因为我们基本的互相的伦理 血缘上带来伦理责任 使得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信任 哪怕这个信任有多脆弱 第二 因为有这个最基本的信任 才使得我比在酒吧跟陌生人说话 有时候会说某些话 比如说 我除了不能够讲伤害家庭内部关系 比如说告诉 总不能告诉这个 你老婆的大哥说 其实我有小三 对不对 但是你能告诉他说 我公司那个上司 那太怎么样 我们现在想把 怎么样给搞掉 这种话 你觉得很阴暗的东西 你觉得 大家偶尔见一面 能够讲讲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恰恰因为现代家庭 跟过去家庭 不像过去家庭 是一家子呢 很少说一个家庭之中 谁特别富 谁社会地位特别高 谁特别不行 或者大概都不一样 以前的家族是 早就均贫富了 一荣俱荣 对吧 一损俱损 对 一损俱损 但现在不一样 现在一个那么大的 亲戚网络里面 每个人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教育水平 那每年一度 你被迫的大家在一起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打破自己的那个泡沫的机会 我们今天 临时的跨越 打破社会圈层 真的 你真的就是 广泛接触社会 不同层次的人 每年过年回家 就是一次采风了 你想想看 这个你平常 你天天你在群里面 微信那些都是跟你 没错 有相似 气味相投的人 对吧 这是被迫的 所以我们要建立正能量 对于人生很多的苦恼 你可以有正能量的理解 对吧 这为什么 就是所谓现在时髦的话 过年回家 也是一种修行 佛系 这东西还真的是 你比如说 你要叫我觉得 现在客观事实是什么 不要说跟亲戚了 你就直系的 你跟你的兄弟 姐妹 父母亲 共同语言 也越来越少 很多的家庭 过年回家 我跟你说 主要就是躺着 没有话讲 然后就看央视 现在看春晚的都不多了 就是躺着 然后呢 甚至是 父母亲 老头老太太在一个房里 孩子们 要是卧室多的话 就一个卧室一个人 卧室少的话呢 就都在沙发上躺着 这春节啊 实际上是一种 有时候让我觉得非常颓废 他们说很欢庆 可是我自己 对到很多家庭的这个采风 我觉得 春节是最颓废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而且就面色苍白 晚上可能也没睡好 就是这里边很多具体问题 他睡惯了自己家的床 你知道吗 他回在家 一般晚上都失眠 嘣巴的又吵 所以一个个都是面色惨绿 然后就是 他呈现出很颓废 所以我现在真觉得 就是 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你看 人群的这种亲缘关系啊 跟这个人类探索 认识宇宙啊 我自己肯定是偏见啊 瞎想啊 我觉得有点对位的关系 就比如说 当年我们认为地球为中心 对吧 地球是中心 那就像一个家族 你看是有中心的 后来呢 我们知道地球不是中心 太阳是中心 你看 我们的这个 这个种族家族啊 就离开的远了一点 你看到今天 我们最新的科学 哈勃望远镜 告诉我们 没有中心 所有的星星都在彼此离散 而且是加速的离散 对于是呢 今天互联网社会 对人际关系的形容 就是正在走向原子化生存 家庭越来越小了 甚至是三口之家 对吧 甚至是单身的 越来越多 这样呢 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啊 你再把这不同的星星们 勉强往一块凑合呀 这个碰撞的可能 也就相当大 然后呢 就大家都会觉得有点 就不太舒服 我现在就真的觉得 你包括就说哎 你比如说又又出现 这个独生子女啊 你有没有觉得 我是从这个生命史的视野 来看这个问题 那天我跟我们组的90后说 我说我突然意识到 你们的空前绝后啊 不单是人类史上的空前绝后 你们是地球生物史上的空前绝后 怎么了 哎 那么严重 连动物都是一窝一窝生的 兄弟 对吧 猪下猪子 羊 就一窝一窝生的 对 不要说人类了 唯有他们这个 这种80后90后 因为这个计划生育政策 当然就当年的政策 有当年的必要了 对吧 但是确实客观上出现了 你发现没有 在物种当中 成规模的这个现象 是绝无仅有的 独生子女 而且你看 现在以后又没了 现在都慢慢能生二胎了 对吧 以后又又又又又 又有兄弟姐妹了 就是 他到底会出现什么变化 他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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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感谢观看